深夜一个单身的女人正在熟睡 眉头紧锁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就在她毫无察觉之时 门口走来一个男人的影子 渐渐向她逼近 直到慢慢爬上她的床 此时的女人毫无察觉 闻到体香 原本捏手捏脚的男人开始冲动起来 女人的脖子被男人一把掐住无法动弹 她拼命挣扎阻止男人得逞 眼看就要窒息时 她却突然坐起身来 仿佛刚刚的只是一场噩梦 但刚刚发生的一切真的是她在做梦吗 她刚躺下就又听见卫生间传来水声 她提起胆量慢慢走过去查看 眼前的一幕吓坏了她 只见一只好像用过的避孕套漂浮在水面上 更令她细思极恐的是 身后的镜子上 竟然被人写上了一个大大的爱字 种种痕迹说明 肯定有人趁她熟睡的时候进来过 警察接到报警后立刻赶到现场 女人叫星月 是当地著名的电台明星 警察向她了解情况 可她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 她一直在想自己做的那个梦到底是不是梦 她的助理告诉警察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有个黑色的车子跟踪星月 就在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 还被这辆神秘车子差点撞到 在前几天星月还经常收到一些展示爱意的血书 这些变态的事已经扰得星月无法正常生活 这次更吓人 竟然直接来到她的卧室了 警察分别对屋内展开搜索寻找线索 发现屋子并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走出屋子后 上劫让人尝试调取周围监控 并特别叮嘱去查一下那个助理的资料 因为就现在掌握的线索来看 只有这个助理拥有嫌疑 但案件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结局的真相简直令人震惊 第二天 小宋警官仔细查看 昨天星月在车库被骚扰的视频 她发现车子的司机 似乎对车库的摄像头很熟悉 行事轨迹和速度 都令摄像头无法清楚地拍到车牌好 随后 他们来到星月上班的广播大楼调查 在进门时发现 这栋楼的安保十分严格 不是工作人员无法进入大楼 直到通报领导后 派人接他们才如愿进来 在和电台领导谈话后发现 星月的助理梁安琪 在工作中曾抢过他的节目 不过后来 被星月找领导拿了回来 二人为此也大吵过一架 这边的小伟来到车库 尝试寻找监控里的车辆 可他却发现 这里有很多相似的车 车库的安保告诉他 电台之前和汽车公司搞合作 内部驾订了很多车给员工发福利 如此看来 车上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调查完之后 小伟二人打算回警局汇报情况 可就在这时 星月的同事又突然喊住他们 星月又接到了骚扰电话 他哭泣着告诉小伟 自己可以百分百确定 那个电话就是一直跟踪他的人 因为这个声音 已经噩梦一般多次出现在他耳边 小松让工作人员 拿来刚才大厦里 所有呼噜电话的名单 发现全部都是内部转接电话 并不能发现 到底是哪里打来的 夜里 因为白天再次出现的事故 警方便安排晚上 在星月的别墅附近执情 而就当他们在车里分析案情时 一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拍在他们的玻璃上 二人见状赶紧下车 原来是星月拖着虚弱的身体跑了出来 下法医上前查看 发现他的肚子已经被人划开 甚至就连肠子都流了出来 队长尚杰赶紧呼叫同事派遣救护车过来支援 紧接着他来到别墅内 发现地上多处的大片血迹和肠子 现场的残忍令人无法直视 尚杰在别墅内一番搜索后 并没有发现凶手 随即吩咐下面的同事 立刻封锁整个小区 这边的下法医把星月送到医院 他心里很明白 就只是可以目测到的伤势来说 他已经就不回来了 小凯等人也带回了助理梁安琪的消息 他告诉队长 昨晚自己一直在监视他 并没有发现离开过家里 尚杰告诉他们 整个别墅区已经在案发时及时封锁 凶手跑不出去应该还在附近 随后吩咐大家分头行动展开调查 可他们除了发现一个追星的中年邻居后 其他一无所获 小颂也检查了当晚的小区监控 发现并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这边的星月也没有抢救过来 下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查 他发现死者的额头上有戳伤 应该是和凶手搏斗的时候造成的 在他的颈部下侧有一个很短的手指恶痕 他的右手和手臂整个沾满了鲜血 但很奇怪的是 左手却很干净 更残忍的是 死者的下体撕裂直至腹枪 肚子里的大肠和小肠几乎没有了 而在他回阴部的右侧 还有个5厘米的撕裂口 但是在体内并没有发现金叶残留 说到这里下法医仿佛想到了什么 他告诉尚杰 让他明天陪自己去见一个人 或许对案子有所帮助 回到特案组 尚杰告诉大家 凶手可能是一个很了解小区监控的人 但目前还无法确定 这次的凶手和在广播大厦骚扰星月的是同一个人 小凯也拿出检验科对避孕套的检测 上面显示并未在上面发现任何指纹 也没有金叶残留 并且在现场除了星月的指纹和血迹外 并没有发现第二个人的 小凯猜测 凶手可能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尚杰根据得到的信息一番思考后立刻决定 让小凯再去一趟小区 排查那些熟悉监控的人 并让小伟和小松再次去电台调查寻找新的线索 被害人昨晚在警方眼皮底下被杀 他们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必须尽快破案 小伟二人再次找到嫌疑解除的助理 梁安琪告诉他们 星月之前和单位的夏主任谈过恋爱 后来分手后夏主任就结婚了 但星月曾抱怨过他表里不一 经常骚扰自己 可大家眼中夏主任是个十分正派的人 终于获得线索的二人立刻找到夏主任 面对调查他很淡定 他口中的星月就是个特别自我的一个人 总是认为所有人都对他有所企图 夏主任还告诉警察 就他和星月相处过的经历来看 严重怀疑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这边的夏法医带着上队来到一所精神康复中心 找到了他的朋友胡医生 夏法医询问胡医生 精神疾病严重有没有可能出现患处之类的幻觉 胡医生告诉他 当一个精神病人越是自我的时候 越是容易在自己的幻想里出现患处 甚至可以幻想一个人和自己性交 清醒之后会怀疑自己被人强奸 更严重的甚至会幻想一个人出来伤害自己 另一边的小颂在电台提供的海量监控中 发现星月在播音间的时候 曾发生诡异的事情 画面里的星月正常收工下班 可转身却好像看见什么人 然后对着空气争执起来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有十分钟 尚杰这边胡医生继续说道 自己曾经有个患者 总是幻想自己体内一个肿瘤 没日没夜地折磨他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 于是拿出一根茶杯口大的猪肝 从自己嘴里直接塞进胸腔 他发现有患处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时 对疼痛有着远高于常人的忍耐力 尚杰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案子似乎有了真相 回去的路上 尚杰说道 人格分裂似乎说得通 因为在警方查阅的所有监控里 没有出现任何可疑的人 夏法医也说道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那么他右手和右前臂的血迹 与他下体向右撕裂的伤口 与方向是吻合的 而且他脖子下方的恶痕位置很低 是他用左手控制自己造成的 回到警局后 他们再次确认 最终以自杀结案 再高贵的人也是寂寞的 就连明星也是如此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 下期见